李嘉诚后来推销的业绩一点点上涨 他说怎么上来呢 李嘉诚有这么一个事 非常值得我们现在搞推销的人接见 就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推销啊 默默当当跟人说半天 人家一说不买 一看没戏转身就走 李嘉诚不是 李嘉诚推销说他怎么想呢 说我就是能要帮你干点事 你可能就会买我的东西 我光在这张嘴 平嘴硬拱 这恐怕不行 他有一次就来到一个公司推销塑料壶 结果他看到了 那个值班经理在那 指挥下门干活 这花都这样了还不浇水 他那位浇花工人拿个铁壶 那是浇水 他去推销人家值班经理 我们不要这个 这时候李嘉诚一看没走 他走到那浇花工人身边 来我帮你浇花 他不随身带着这个塑料壶呢 把这塑料壶盛上水帮他浇 这浇花工人一看乐了 你还帮我干活呢 这就挺不好意思 那我浇吗 就这么他这铁壶里没水 撂下铁壶 拿起李嘉诚 拿过这塑料壶浇水 这塑料壶这么轻的 这好啊 比我的铁壶省事多了 就这么着 人家这个浇花工人一转身 跟着值班经理说 他这塑料壶好 这多省事了 而且这个东西一问成本 比铁壶成本低多了 说领导 咱买他这个吧 你看 一单生意做成 所以李嘉诚不惜利 他想到我能帮你干啥 咱们现在很多人做生意是那样 总想是从人家这儿挣钱 其实会做生意 你得想先让对方挣钱 或者先让他对方得好处 让他看得见好处了 他才能跟你合作吗 你总想算计人家 谁傻呀 所以李嘉诚一开始推销的时候 他就是 我资格敢于投入 不怕吃亏 我帮你干点事没事 李嘉诚到22岁呢 弄了点钱 从他舅舅那里借点钱 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工厂 就是长江塑胶工厂 他那时候开始就叫 长江这两字了 那么这个工厂干嘛的 就是卖塑料花 专门做这个 因为当时香港 我们都知道 市容各方面建的都不错 家家爱养花 大公司庆典开业什么的 一盆盆鲜花在这摆上 可是这个鲜花伺候起来 你得经常浇水 这有人 一旦空尾就得换新的 那鲜花买新的也挺贵 这个时候李嘉诚就看好 说如果为了美观 我摆上塑料花 都不用浇水 好看呢 这多好 可是那个时候香港有没有塑料花 有 都从意大利 法国 西班牙进口 这进口成本就够了 所以那咱甭进口了 咱自己做吧 可是塑料花 它的制作工艺 你看这简单 一研究 它涉及上色 你看人家的颜色这么好 你做点这么土 不行 就是说这个上色 和基本的制作 有一些秘密 商业机密在里头 它不掌握 李嘉诚说 这可怎么办 这我不能这企业成立了 你做这个价格这么高 你想成本要高 它卖的价也高 卖的价高 大多数人不能承受 你怎么打开销路